蟑螂引发的危害,很多人都不知道,家里有蟑螂的一定要看,坦不走灭不掉的蟑螂,一招教你彻底消灭,赶紧转发分享。 夏季,蟑螂出没成了每个家庭最困扰的问题,对我们的生活造成不少的安全隐患。 生物学家就发现在蟑螂全身就携带40多种致病的细菌,如绿脊杆菌、大肠杆菌、鼠疫杆菌等等。 家里有老人和小孩的要特别注意,如果知道了蟑螂爬破的食物,或是用了蟑螂爬破的碗筷,就很容易传染上细菌导致食物中毒,传播肝炎、脊髓灰质炎、肺咸核等病症。 不仅如此,蟑螂的生命力非常的顽强,它可以三个月不吃东西仍然存活,而且繁衍能力极强。 一只此蟑螂一年可繁殖出,一万计数的后代,最高可达十万只。 即便你把它踩死,蟑螂体内的卵子仍然会产出。 这些卵子会粘在鞋底继续繁殖,并且还会引来其他蟑螂,那么家中就会有更多的蟑螂出现。 所以千万记住,一定不要用脚去踩它。 另外也千万不要乱用蟑螂药,因为这些东西本身它就是带有毒性的。 蟑螂生命力非常顽强,很可能蟑螂没灭掉,反倒把自己给害者。 彻底灭掉蟑螂学会这招就够了。 首先准备一个很矮的瓶子,在上面铺一层白糖,再加入一大勺洗衣粉,接着再倒入一层白糖,然后倒入少量的水稀释。 这样就大功告成了,蟑螂只需爬过这里就会死掉,因为洗衣粉还有大量的碱,碱可以去除蟑螂身上的油脂,补助腹部呼吸孔,从而达到消灭的作用。 这个方法安全无毒,比蟑螂药还款用,一天蟑螂全灭光,赶紧告诉家人。 蟑螂隐患,危害着每个家庭,转发出去,让更多人知道。 如果感觉视频不错,请动动手指,转发到其他群,让更多人看到。 每天看视频